火災现场怪手开挖浇水 桃园巡浮制药厂20号发生火警 延收临近古建公司 计划局表示 周二主要是针对职场跟针织场 零行残火处理 可不然晚间完成残火处理 之前有延烧到的桃园纸叶跟红利针织场 因为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残火需要来处理 还有一些小的火点 还有一些冒烟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配合那个怪手 怪手开挖 配合我们的消耗人员水线 我们来持续逐步的把它彻底的 把它残火处理完毕 至于蓄附的这个区块 实际上已经没有明显的火势了 桃园市环保局在火警发生后 也马上启动24首时的空气监测 每日两次废水采样与河川水质监测 到目前为止周边空污河川水质监测都正常 环保局将持续监控 另外蓄附有向桃园市府申请存放 44种毒性物质 索性都在厂区最前方高层仓库内 未被大火波及 蓄附 大概有44组 他申请有毒性化学的运作 都是在我们前面右手边这边 没有烧到 并没有烧到波及 所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这个毒性化学物质一烧了以后 可能还有一些毒物会出来 蓄附区需要董事长温维俊 22号上午也再度进到工厂了解勘查 但对记者提问仍不回答就离开 受波及的5间厂商 21号与蓄附在消防局首次协商 各方估算初步损失金额 蓄附约8亿 投原职场约4亿 东洋工业约2.5亿 国胜工业约1000万 红利真职场约2.8亿 但听到蓄附保险仅提供3000万元的赔偿 都表示难以接受 后续将在追讨球场 新唐人眼的电视 胡说小声分解 台湾投原报道